鸡北北桃四位市长齐聚 除了聚焦过去一年合作 针对虐童事件 对北市提出的七加一计划 也达成共识 但台北市长蒋万安 前一天出席行政院会 却说没听到隔魁陈建仁 向大众致歉 不好意思 昨天 现在 会后了解 以及现在也帮院长澄清 院长确实在会议当中 又表达歉意 昨天我对凯凯 以及所有爱她的人 也表达歉意 蒋万安总算认错改口 但听来听去 却没听到她代表市府的歉意 反而是在14号 只选择在脸书po文 写下要为凯凯提早结束的童年 致上歉意 我希望蒋万安市长 可以尽快的来汪洋布劳 事实上台北市政府 应该在第一时间 就要发起行政的调查 这已经是重大的失误 过去三个月以来 请问蒋万安市长 你在哪里 民进党立委狂轰 不只找不到市长在哪里 第一时间蒋万安同样是在 脸书po文 说有人劝他 要等行政院卫福部 把话说清楚 不要公亲 辩市主 这番言论 也引发争议 我们倒想问是谁劝你的 是朱立伦主席吗 是国民党上上下下一贯的策略吗 把整个事件来做政治的操弄 把整个事件就不检讨自己 地方政府的职责 直接检讨中央政府 我觉得不需要断章取义 不需要政治操作 其实这个权文很清楚 对于说不要公亲变市主 这句话是不同意的 所以才会没有人是局外人 贴文写得清清楚楚 蒋万安却反控是绿营在政治操作 虐童案发生在北市 蒋万安难辞其咎 绝对不只是公亲 而是该负责的事主之一 密西新闻众合报道